第一个是在那个我们的程式机里面开起来 或者是你从桌面上也有就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 再来的话把这个连结打开来之后 里面记得是执行的是数课练习 数课练习里面 那它有分成好几种office的软体 那其中我们等一下请各位执行这个 第二类的第202题的题目档 那这里特别注意 它分成两边两个页面 一个页面是产生一个什么呢 数课练习就是一个练习题产生 你按下确定它会给你题目 放在哪里呢 放在c点底下这个目录底下 那另外呢 这个练习系统还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你做完之后 你如果想要知道你到底做了 有没有这个正确 是不是能够拿到满分 它有个评分的功能 但是呢这个评分的功能呢 有时候在有些电脑上面会有相容性的问题 不见得任何电脑都可以评分 不过我们等一下看看能不能评分 如果可以评分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自己做了对或错 OK 好那首先的话呢 就执行这个第二类的202题按确定 确定之后它会放在c点的ans.csn这个目录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它自动也会开启c点的ans.csn目录 对不对 然后里面会有个wp02的资料夹 你把它打开来 里面呢就会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我们的word档 一个是图档 等一下会用到的 那请各位就把这个word档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就是要去看一下题目 那题目部分的话呢 我刚刚有讲过就是 放在这个连结里面 我们有一个pdf档 文书编辑里面的这个2010 2010里面呢就有个pdf档 那因为这个我想第一次我们讲word 所以各位可能手边如果没有纸本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怎么样的把它展开来这样看 有时候我会这样看 那或者是说呢 你手边如果 当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 像智慧型手机或平板 现在如果有平板的话 现在如果10寸的平板 来看这个档 其实会还蛮舒服的 如果当然你如果有平板 你也可以当落到你的平板上面 那如果你没有平板 你想要列印 你直接可以从这边也可以列印 或者是档案这边有个叫下载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之后呢 再到你电脑把它列印下来 我想这部分呢 请各位再去做 直接也可以储存到 看下载的目录里面 然后你再用那个Adobe的这个reader呢 可以把它打开来 我想一般电脑应该都会有这个Adobe的pdfreader 把它打开来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要来看那个第210题 就这一题